清朗的周日下午 高福球场聚集的华人侨胞越来越多 休斯顿台湾松年学院许上洪院长 利用扩音器洪亮的声音 催促参赛者赶快集合拍摄大合照 他赶着凉成及时要完成开球仪式 穿着红衣红帽的刘志忠主任委员 在一片青绿草皮球场上显得特别鲜明 他也希望大家都能轻松享受这一场国庆球赛 开球时间越来越近 罗富文处长在匆忙中 宣布了为大会带来的加码奖项 立刻迎来全场一片欢呼声 这场国庆杯高尔夫球赛 是由松年学院庆祝国庆所举办的第二场活动 它除了让大家在乔意上一较高下 也让乔胞在灰感之余可以联络情感增进情谊 第一次出席这一项活动的 休斯顿巧教中心副主任黄一丽 希望大家都能有个好成绩 嗨 大家好 我是休斯顿文教中心副主任黄一丽 很高兴能够来参加今天松年学院举办的高尔夫球比赛 预祝今天来参加比赛的各位参赛者都能够报得大奖 结束简短开球典礼后 两人一组开着球场小车出发 松年学院董事长陈美芬 国庆筹编会主任委员刘志忠 副主任委员刘美林及副主任黄一丽 在出发点热情挥手欢送大家出航 经过一下午的激烈竞赛后 参赛者陆续回到休息中心 等待成绩揭晓 主办单位先向支持这次活动的赞助单位致谢 并颁证感谢壮 随后便开始进行令人期待的摸彩活动 傍晚写照的暖阳 伴随一面而来的凉风 特别在四周环绕绿地的球场 让人有股置身世外桃源的感觉 另方面 大会宣布优胜成绩及摸彩得奖人的宣告 让大家的心情充满期待又开心 当天最后压轴大奖 由恒丰银行提供了999元现金 大红包 那个999的意思就是永远永远永远的意思这样子 就像恒丰银行的住址 是在999 四个9 那是往百类的意思 也是希望事业各方面都永远成长 永远走下去这样子 这个让人心跳的奖项 最后也由提供人吴文龙董事长亲自抽出幸运得主 由参赛选手翁杰中教授 多揽大奖 据可靠消息来源 抽奖前 几位球友开玩笑的与翁杰中协议 抽中大奖就评分奖项 翁杰中则不发抑郁地用笑脸回应 显然心中已有中奖预感 自己将成为当天最幸运的得奖人 也让这场赛事在欢乐气氛中开心落幕 在这场赛事宣传人